你是否喜欢长寿花? 一种在冬春季节盛开的多彩多姿的花卉 它的花期长达四个月 因此被称为长寿花 你是否知道长寿花是没有毒的? 这是一个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 你是否想了解长寿花的特点、价值和养护方法呢? 本文将从科学的角度 为你展示长寿花的魅力 让你欣赏这种花卉的美丽和神奇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长寿花的外观 长寿花是一种属于景天科的多肉植物 它的学名是福桑 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 它的叶片肥厚多汁 能够储存水分和养分 适应干旱和贫瘠的环境 它的花朵形状像中或星星 颜色有红、黄、白、粉等多种 它的开花时间在圣诞节、元旦和春节前后 每一花之上可开出数十朵花 持续四个月左右 因此,它被人们视为一种象征健康、长寿 和幸运的盆栽植物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关于长寿花的图片 它们都展示了长寿花的多样性和魅力 有些长寿花品种的花朵繁多 花瓣繁复 如同一束火焰或一团云彩 有些长寿花品种的花朵简单 花瓣清新 如同一颗珍珠或一颗星星 有些长寿花品种的花朵混合 花瓣斑驳 如同一幅画作或一件工艺品 无论哪种长寿花品种 都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和心灵上的慰藉 其次 让我们来看看长寿花的功能 长寿花是一种完全无毒 无害 无污染 无辐射 无致癌性的植物 它不仅能够美化环境 还能够吸收室内有害气体 它不仅能够增添节日气氛 还能够表达祝福和敬意 它不仅能够适应干旱和贫瘠 还能够调节水分和养分 因此 我们不应该对长寿花有任何恐惧和排斥 而应该对长寿花有更多的了解和欣赏 如果你想在家里养一盆长寿花 你只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选择一个适合的花盆和土壤 长寿花喜欢宽敞而透气的花盆 最好是陶瓷或石膏制的 土壤要选择肥沃而排水良好的 最好是沙制或沙制的 二是掌握一个合适的浇水和施肥频率 长寿花不耐水浸 要避免过多或过少的浇水 最好是在土壤干燥时浇透 施肥要适量而定期 最好是在生长期 每月适一次腐熟的有机肥 三是提供一个合理的光照和温度条件 长寿花喜欢充足而散射的光照 要避免直射或阴暗的光照 最好是在明亮而通风的地方放置 温度要保持在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 要避免过高或过低的温度 最好是在室内或阳台上摆放 只要按照这些方法 你就能够让你的长寿花 茁壮成长 绽放美丽 给你带来健康 长寿和幸运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去买一盆长寿花吧 希望你喜欢我的文章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随时与我交流 谢谢